人民幣暂存定 专家说七算不是政策底 随着Trump Trump努力发功 中美贸易战不断升温 人民幣近期跌势停不了 5月至今短短3个月 已经贬值超过8% 其中人民幣在岸价接连失手多个关口 上星期更加一度逼近 6.9兑1美元大关 创超过一年低位 至于每百港元兑人民幣汇价 也由5月的80.9兑升到超过87元 人仔急跌 中央又怎会坐视不理呢 上星期五 人民银行就宣布 大幅调高外汇风险准备金率 便上推高投资者沽空人民币的成本 让马一出手 人民币立刻发力反攻 在岸价和尼岸价都曾经爆超过600点指 几乎升穿6.8大关 但人行这枝救命针 原来相当短命 人仔升势 后径不计 在岸价和尼岸价随即双双回落 除了出资维稳 中央官员也落足嘴头 撑汇价 人民银行参事 盛重城早前就说 相信人民币会守住7算 这个重要的心理关口 内地官媒《中国证券部》也说 今年人民币中间价穿7的机会越来越小 还说人民币企稳已经更在眼前 内地官员齐齐放风力颤 令市场憧憬人仔一旦逼近七算 人行就会出手救市 但渣打亚洲外汇策略师张敬勤就说 一切可能只是投资者的一厢情愿 但是如果你继续见到这个情况 在贸易截是没有一个转息的 你看到大陆始终的政策 还是保持继续宽松 或者是见到一个加盲的迹象 美国那边是继续做一个加息的情况 那我想这个继续是会导致到 一个货币贬值是完全是地所当用 央行是做一些比较宽松的政策 来救自己的经济 救中国经济 所以我就会觉得 那我们他不需要他 就是因为保住七算 来放弃自己的经济 虽然七算不是人仔的政策底 但张敬勤就相信 人民币短线穿七的机会 仍然相当有限 因为这个问题是现在央行 自己都说了一个七的位置 那么越来越将七算这个位置 变成一个比较重要的心理关系的位置 今年我想他现在这样 特别是说完之后 也未必那个机会率 始终比较低 我们始终对美金 有一个比较中性至下滑的一个判断 所以我就会看 这个特别如果这个美金 不推上去 你只得货币政策的分岔在那里 我想都还可以变 但是会不会到七算 而再高一点就会比较难